不光我们人类之间有友情、亲情和爱情 在动物的世界里,它们也同样如此 甚至它们的感情还要超越我们 在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群鹅快乐地在绿地上嬉戏玩耍 但你能想到,前几分钟 它们还唯一一件事,感到惊慌失措吗 一名警察本来在自己的警车里悠闲地坐着休息 因为正好是中午的时间,可以打个盾 但是恍惚间,自己好像听到了一阵敲门声 可能是有人找自己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所以警官就把车门打开 奇怪的是,并没有发现人 警官以为是谁做的恶作剧,也没有理睬 于是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休息去了 没过一会儿,敲门声又在耳边响起了 这到底是谁啊 开了车门,还是像第一次一样,没有人 警官真的要发火了 这就要下车准备一茬丢镜 要抓出那个恶作剧的人,一定要狠狠地惩罢他 当警官到车下的时候 居然发现一只鹅在自己的车门前用嘴巴敲打着 可能这个小家伙是饿了吧 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家伙 警官把刚刚发生的一切不美好都忘记了 还大发思悲,在警车里拿出面包 撕成小块给这只大鹅喂了几片 但没有想到,大鹅对食物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 仍然继续用嘴巴敲打着车门,甚至还敲打着警官的裤腿 这是要干什么呀 以自己多年的从警经验 这只鹅应该是遇到了危险 就在自己想着只鹅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危机的时候 这个小家伙向前走了出去 见警官没有跟上来 这只大鹅又返回到警官身边 好像在叫它说求求你了 跟我一起走吧 警官好像明白了什么 就跟着这只鹅一直往前走去 走着走着,他们来到了一处草坪上 大概在近百米以外的地方 这儿有很多鹅宝宝 如果不出意料的话 这些鹅宝宝都是鹅妈妈的孩子吧 但是他们很活泼 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鹅妈妈到底叫自己来是干什么呀 于是警察仔细地观察着眼前的鹅宝宝们 突然在鹅群中发现了一只鹅宝宝 它好像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脚被什么绊住了 警察向这个宝宝的方向走去 只见这只鹅宝宝的腿被气球的绳子缠住了 鹅妈妈看到警官在鹅宝宝的身边 赶紧上前用嘴巴靠近鹅宝宝的腿 好像在对警官说 我家宝宝的腿受伤了 但是我没有办法帮他把腿弄出来 你可以帮我吗 然后眨巴眨巴自己的眼睛 像是在请求警官的同意 警官看到这里瞬间恍然大悟 原来鹅妈妈把自己叫到这个地方 是为了解救自己的孩子呀 本来自己作为一名警察 就应该为人类以及动物提供帮助 现在鹅妈妈遇到危险 自己义不容辞 说着就用自己的手 把宝宝的腿小心翼地抬起来 将缠在鹅宝宝腿上的绳子 一圈一圈地绕开 没几下功夫 鹅宝宝的腿就恢复了自由 看着鹅宝宝的腿终于获救了 鹅妈妈心里的石头终于尘埃若定 警官做完这些事情 就向鹅妈妈挥了挥手准备告别离开 但是鹅妈妈却在原地挡住了警官回去的路 一个劲地拍打翅膀 好像在对警官表示感谢 如果没有他的帮助 可能自己的宝宝现在还被气球的绳子缠住 挣脱不了呢 警官也明白 这是鹅妈妈向自己致谢 警官蹲下身子 摸了摸鹅妈妈的头 这美好的一幕就在此刻定格 随后他们向相反的方向走去 在彼此的心里 对方都曾经存在过 也会把感恩的种子埋藏在心中 在未来的某一天被激发出来 从而让这个世界充满爱 充满爱的地方还有很多 让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个视频 你敢信吗 作为冷血动物的鳄鱼 它们礼貌起来也是很让人诧异的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只鳄鱼正在一家住户门前 尝试着敲门 按门铃 这种动作不应该是人类的行为吗 但是鳄鱼居然也学会了拜访的礼仪 真难以想象 如果某一天 你在家听到咚咚咚的敲门声 当你去开门的时候 居然发现对面是鳄鱼 你会有什么反应 本以为这种情况 不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 你别说 还真有这种情况 在美国的一个公寓家里 就发生了这样的一路 拍视频的人告诉记者 当他在小区散步的时候 发现一只鳄鱼 居然在一户人家门口 按起了门铃 当时自己的腿都吓软了 本来鳄鱼就应该生活在深山老林里 当然在国外 家周边也会有很多野生动物 前来拜访 但是能见到鳄鱼的概率 还是非常小的 所以当时那位朋友就被吓了一跳 不过好在 这户人家并不在家 只见鳄鱼在门口盘旋了 好长时间也没有等到主人开门 等待未果 鳄鱼只好悄无声息离开了 那么这是鳄鱼 为什么非要在这户人家门口 等待这么长时间呢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秘密 让我们继续了解一下吧 从邻居的口中我们得知 这家的女主人 曾经在湖边救过这只鳄鱼 这还得从那一年冬天说起 冬天是所有动物都缺乏食物的季节 因为外出的动物很少 大部分动物都在休眠 但是饭还是要吃的 所以即使在严寒的冬天 鳄鱼还是要外出寻找食物 这只鳄鱼就是在寻找食物的路上遇难了 冬天的湖面结冰了 背面非常光滑 鳄鱼在湖面上行走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进入到湖中 而把自己的腿划破了 这可把鳄鱼急坏了 现在自己想走都走不了了 这可好肚子没有被填饱 自己还受伤了 就在自己一筹莫展 不知道该如何办的时候 一个女人出现在了她的世界中 这个女人看到鳄鱼 本能的反应是逃跑 但是看到鳄鱼脚上受伤了 她知道这只鳄鱼一定需要帮助 所以该女子立马拨打的急救电话 请专业人士过来帮忙 毕竟自己这样唐突的上去 只会加重事情的发展 还好救治及时 这只鳄鱼并没有大碍 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没想到感恩的种子 在鳄鱼的心中蔓延开来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女子并没有太深的记忆 因为对自己而言 这就是非常顺手的一件事情 但是没想到在鳄鱼的心里 却始终难以释怀 这天鳄鱼是想找到女主人 来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 但不错巧的是 那一天女人正好出去工作不在家 所以他们阴差阳错地错过了 但我相信 既然双方都记得彼此 一定会有见面的那一天 看来人与动物之间的感情 还是很深厚的 可能一件非常小的事情 在彼此心中都埋下了很深的根 我们在生活中 也会遇到很多小动物 如果正巧 碰到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请一定伸出援助之手 毕竟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